去年2月6号台南大地震才刚满周年 今天凌晨台南又发生了规模5.6地震 其中台南科技园区震度达4级 台积电14厂和群创F厂两家厂商的电脑 都因为受到强大摇晃一度当机 经过抢修后已经快速恢复正常运作 监视画面中玻璃突然一阵爆裂 凌晨1点12分左右 台南发生5.6级地震 台南市区明显感觉强烈晃动 最大震度达6级 地震一摇的时候我就醒了 我太太就马上送我到灾害应变中心去 马上也去进行灾害应变中心的开设 所以一切都很照平时的演练在进行 其中台南科技园区震度有4级 园区内的半导体面板等供应链厂商 立即应变 台积电14厂及群创F厂 两家厂商的电脑应受到强大摇晃 一度当机 经抢修后以快速恢复正常运作 台积电预估可在一天内恢复正常 预期影响晶圆生产约一天 对第一季晶圆出货没有影响 群创表示台南厂未达疏散等级 早上已复归恢复生产 高雄露竹清晨紧急疏散员工 也陆续复归中在下午完全恢复生产 感谢社会大众对我们台南的关心 也跟大家报个平安 这次地震虽然规模6.0 但并没有传出严重的灾情 大高雄地区也有四级任度 在男子加工区营业额超过六成的 日月光集团表示 厂区内的生产线完全正常 未受到这次地震影响 新唐人亚特电视时间望 李津津 台湾综合报道